主席 主席有請我們主委 好 我們請NCC蘇主委 來 李委員早 主委早 其實 針對今天這個事蹟這個 其實也談了非常久 之前我們都其實委員會都一直在關注 不過 前面幾個委員講的也都事實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 就像講的GSA的數據 這個呈現出來的 現在全球75個國家 196家電信公司 這個都已經 或者政要部署 或者是測試試機的服務 那預計大概明年有60個國家 或者地區可以完成試機的執照跟發放 我想這個都是事實的存在 那就是現在變成就是說 我們如何去跟上這個腳步 這個就是我們必須要去看到面對的問題 那當然 就像某週刊報道的說什麼 因為電信三雄的施壓 或者是什麼樣子的 那這個就是另外一個說法 那就變成就是說 在我們NCC的立場裡面來講的話 這是一個趨勢 而且也是必須要有一個的 必要有的才會有的競爭力 那我們如何來跟上腳步 應該就是這個 這方面應該是今天主委 必須要去把他提出一個具體的說詞 我們如何去跟這個腳步 能夠同時能夠跟得上 因為剛剛大家都在提的 都在質疑的 就是說我們還要六年以後 六年以後 人家都已經這個樣子的 我們在六年的話 那其實這種東西在進步是非常快的 那我們六年以後 搞不好人家又跳一個結局了 這個才是我們現在所憂慮的問題 是那個報告李委員 我想很謝謝您給我一個機會 讓我把這個說明清楚 我想四季的政策是大家都關心的 因為它是一個國際的這個 必須要走的一個趨勢 而且也是一個重大的政策 所以在這方面 其實我們是非常慎重的 但是呢 我們看到這個整個科技變化 跟這個我們民眾的那個 使用這個智慧中端的這個 快速的爆炸性的成長 我想我們必須要趕快的追上去 這確實就是一個前提 那在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現在 在主要四季的這個四個瓶段 我們其實已經規劃出來了 就是700 這個91800 還有就是那個 2600 2.6G 那麼這個部分呢 因為現在裡面都有 就像剛才講的一樣 就是它都是屬於這個 現在剩下來的那個瓶寬的那個空間 它是屬於像基林地一樣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些時間 把這些已經使用的人 把它騰讓出來 然後再來做整個規劃 那我們現在規劃跟騰讓 其實是同步進行的 那2G的話大概就是 原來規劃是104.7月前嘛 那但是如果外界或者大家覺得說 這個時間表是需要再往前的 因為這是原來就 沒有主委 這個不是外界或大家 這是站在NCC的立場上來講的話 2G的四兆的部分 這個就是等於是回收吧 還是回收 回收 回收的部分的話 因為這牽扯的部分 這牽扯到我們的 就像講的嘛 跟要國際同軌的部分上 來講的話 這應該時間的哪裡 應該是在我們這邊來做一個判斷 對 而不是說大家的看法 是不是 這樣子 我剛剛指的大家的看法 是這樣子 那個英國曾經在3G試照的時候 發生過一個悲劇 就是講說 那個時候叫做科技的幻夢 就科技上面 大家都覺得趕快進入3G 可是後來發生 第二年就發生BT 就是英國電信和Vodafone 他們當時就發生了一個叫做 財政的噩夢的問題 所以後來 這個我都清楚 是 那所以呢 在這個部分 我們必須要考量到的一些因素 我們必須要納入 但是時間的因素 這個就像 就像當初的VMAX一樣嘛 那他會失敗 有他的失敗的原因在嘛 那現在LTE 有LTE的 他畢竟還是 他有他的整個的一個 畢竟還是有點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我們專業要去判斷 我們去了解 我們必須要去走這個 才有辦法走在前面嘛 而不是人家做了 成功了 沒問題了 我們才跟進 那就沒意義了嘛 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懂我懂 所以我看是這樣子啦 我們就 這個 針對這個我想主委 你大概心中也有譜 我還是在這樣 在建議我們這邊 還是必須要在一個時程上 我們不能落後人家太多 這是基本的原則 是 你現在世界各國 大家都往這方面在走了 我想 畢竟還是有他們的 一定的 他的一定的 需要的條件 好不好 那另外 那個 其實 我在兩年前 那時候在審這個 通播傳播基金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跟當時的主委 特別提到 就是要注意這個黨政軍條款不合十一的時候 應該是要有一個修正的時間 時間到了 對 像我看日前 其實我 跟這個 我是沒有關的 不過我必須要提的 就是說像三立超市年代 政政廣播 被認定 就是委婉這個 這個 衛星廣播電視法 這個廣播電視法中的 政府 政黨其捐助 捐助成立制裁斷法人 其受託不得直接或間接投資 是有這樣的一個事實 那這個 這就是 其實我們來看 我簡單舉個例子 我並不是在為哪個電視來講話 這是未來一定會面對的問題 你說以三立為例 三立它是富邦人壽投資 然後富邦人壽又是富邦金控轉投資 然後富邦金控的股票又是上市公司 也是四大基金或國安基金 互盤是購買的標的 然後現在規定的這種合法的投資下 現在又變成黨政軍的介入 這個就有點很奇怪了 你像台市 台市是台尼為股東 國安基金持有台尼亞尼的股票 那民視的話是 國喬石化 中華郵政 然後勞保等這些股票 所以以後的話 就是說變成上市上規公司的話 是不是可以拒絕政府 政府的基金購買他的股票 免得當然就是說黨政軍媒體 就變成很 很變成很概括 很那個很籠統 然後變成有很 甚至有一部分就是說 所謂的自由行政的問題會產生 是 那個報告那個李委員 我們其實已經在這個 這次的修法的方案裡面 我們已經提出了這個黨政軍的這個 我覺得應該要修正了 就是說這個認定上面 因為簡單的講就是不能讓這個 無辜的投資者或者被投資 無辜的被投資者受害 那因為現在我們罰的都是這個 廣電的業者本身啊 那事實上這個是股票市場的交易的一個自然的行為 他們其實是不知道的 那所以我們這個法條其實已經送到貴院來 大院來了 那麼也很希望就是說 趕快早一點能夠通過 所以這個就變成我們要朝這個方向 我也同意 本席也同意嘛 好不好 我們也是應該做一個修正的時候 好不好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前一陣子我們那個旺中案 旺中案我想 當然大家所看到的就是說 對媒體的壟斷 或者是旺中的資金啊 有沒有中資啊 或等等的這一些的問題 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 另外一個觀念來看 我是覺得像是說 像韓國私募基金 那個凱破買進中家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 我們有沒有要求他 要求他 要求他的所謂的條件 就是比方說 中家 當初喔 在併購案的時候 這個中家要到2011年的時候 比方說數位化 數位化 必須要達到百分之十二嘛 對不對 對 然後這個 這個激上河 激上河的滲透率 也必須要達到百分之九點八四 這是平均 對 全台灣平均值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平寬要八百六十兆賀 是 提升平寬 對 這個主委現在就是一個邏輯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韓國的私募基金 那當初他在買這個的時候 當初的要求是這個 可是他現在要賣了 他也沒有達到這個 他可以賣嗎 對 他現在確實是沒有達到要求 我想那個當時的那個條件 可能請那個銀管處長先說明一下 沒有現在就是說 你今天你外國的廠商進來這邊炒一炒 炒一炒 然後又轉了賣 然後又賺了一大筆 然後拍拍屁股走人了 結果他該有的條件完全都沒有 變成他完全不是為了我們的國家的 整個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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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的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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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有的向上提升的這樣的一個一個 一個方向嘛 而只是帶一個炒作賺錢的一個方向嘛 那當時他他所開出的條件他沒達到 那另外一個邏輯就是說他能賣嗎 包括立委 當時MBK在買中家的時候 相關的那個條件的部分 我們都已經化成那個 營運計畫書的變更 那目前這個部分我們還會再做 類似的 從相同的標準的檢視的方式來 現在是這樣子啦 他還沒有做 我知道 我知道 現在我們就是 因為這個一個併購案 當然我們現在 所有的目標都集中在買方這一邊 我覺得賣方這邊問題也很大嘛 你應該就是說你賣方的條件 你賣方的條件你沒有達到的時候 你就讓他賣走的話 那以後的話 我們這種 這種我們在控制的買賣的部分的話 那我隨便炒一炒 我就隨便賣一賣啦 那這個問題就會 他的嚴重性就會出來嘛 我覺得我們的主管機關 站在的地方不是只有看買方 也要看賣方啊 對那個李委員說的我非常認同 因為今年其實我曾經去看過中加的數位化的進展 他們做的非常的糟糕 是全台灣最落後的 那麼主要也是因為他們其實也就沒有再建設了 也就沒有再投資了 所以現在其實坦白說他們這個系統呢 他們的用戶來講他們比較沒有辦法去 這個得到這個數位化的進步的服務 這確實是事實 所以所以我是在這裡在建議主委這邊的話 就是說我們對這種的 特別是這種外國的這種私募基金啊 這種來了賺了錢就屁股拍拍就走人 這個是我們真的是要再建議 也可以接這個機會嘛 我們再做一次的嚴格 或許大家對這個叫什麼 旺什麼旺中 旺中意見很多 可是我是覺得賣方意見也很多啊 你賣的 賣的這個這個 來這邊吵一吵鬧一鬧 就賺了一大筆錢屁股拍拍走人 然後把所有的爛攤子 結果大家全部往旺中這邊去攻 我覺得也不合理啊 應該這個韓國的私募基金 你沒有達到你的條件 你憑什麼再給我在這邊賺這種錢 應該是用這種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吧 是對我非常認同李委員的想法 因為我們會覺得說 你外資要來買的話 你要留下東西才能夠 對對 而且要對台灣的整個國家利益 跟消費者利益是要有幫助的 所以像剛剛李委員講的部分 我們另外台灣還有一個外資TBC的部分 我們也跟他談 而且我們要求他們要建設 對 那麼所以這個部分呢 他們也答應我們 就是他們會做這方面的建設 所以這個主委也把它放在 也應該要有這個立場 那以後的話外資的話 才不會再為所欲為的在我們國內 就隨便他們玩嘛 好不好 好 謝謝主委 謝謝 謝謝 hero 按 гор